第128集 出山洞的时候啊 我扛着大红 大红这丫头别看是个女流 这体重可真不轻啊 她浑身湿漉漉的 一半是泥泞的水迹 一半啊 是地火乌公体内的各种粘稠液体 看起来非常恶心 不过失身之后的大红 一身血红的衣服 湿漉漉的搭在身上 她美好的身材 便这样赤裸裸的勾勒了出来 双腿修长 胸部浑圆 放在社会上 肯定是个吸引男人眼球的大美女 如果撇开她那张死人脸不算的话 我扛着大红又在山洞里乱拐 一路是大洞绕小洞的走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依旧看不到尽头在哪 前方是黑铁式的黑暗 就在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我总觉得背后有脚步声 回头朝后面照 又是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情景特别吓人 我几次朝后面看 在一个不经意间那 突然就看到一个黑影 一闪而过 像只硕大的蝙蝠 我定睛一看 后面又是空的 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 我朝老乞丐大喊道 后面有人 一定有人 老乞丐嚷了一声 快跑 率先就朝前狂奔 我背着死沉死沉的 一个大姑娘 跑得气喘吁吁 才不到一百米 整个人就累贪了 老乞丐接过大红 催促我别停下来 后面有古怪 让他们追上 我们就走不了了 这姓沈的本事 难以想象 只要出了山洞 就好办了 我咬紧了牙关 忍着胸口一口 浊气不吐出来 跟着老乞丐 朝前跑 汗水湿了我一身都是 眼睛眉毛都是汗水 导致我的视线受阻 看不清前方的路 朦朦胧胧的 我就看到老乞丐 身上的大红 突然动了一下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 可能是老乞丐跑的时候 颠动了大红的身体 可再一想 又觉得他娘的非常不对劲 因为大红不是别的地方在躲 而是他的手 有意无意地抓住了老乞丐的衣服 我心里一阵发麻 一把抹干净眼里的汗水 拿手电筒朝前照过去 就看到惊人的一抹 大红竟然插着双手 掐住了老乞丐的脖子 老乞丐虽然脖子被夹 却依旧一路狂奔 手电光受奔跑的影响 跌跌撞撞地 胡乱地照着 照得我一阵头晕 这时 我就看到大红 一身红裤红挂 自己鼓了起来 而大红自己 也在老乞丐身上 昂起了头 我吓得大喊 快停下来 大红炸尸了 大红炸尸了 不知道是受 山洞回声的影响 还是被我吓遍了声 我的声音变得无比淒零 在这暗无天日的山洞里 听起来 就如同叫魂一样 这声音 把我自己都吓坏了 我见大红掐着老乞丐 翻身跌倒在地上 急忙追上去 就看到雪白的手电光下 老乞丐牙关紧咬 脸色苍白如指 大红的手指关节 掐在他脖子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我被吓坏了 想老乞丐 别被他这么一下子 给掐死了 那就死得太冤枉了 我急忙蹲下去 去掰大红的双手 这姑娘 一双牵牵玉手 却硬得跟钢筋铁骨似的 我费了吃奶的力气 都不能掰动风嚎 眼看老乞丐 只有出气没进气 我紧张得满脑子冒惊心 想再这样下去 要不了一分钟 老乞丐肯定 弃绝身亡 想他也算一带奇人了 连黑白无常都拿他没办法 没想到 却阴沟里翻船 栽在一个不人不鬼的 小丫头手里 实在是悲哀呀 我想起老乞丐对我说过 阴阳龙眼破了地火蜈蚣后 这身上的阴阳龙气就散了 变成了普通人 阳龙眼的鬼鹰 让地火蜈蚣给吃了 成了蜈蚣的腹中烂肉 可大红还活着 最终成为普通人的 也就只有大红一个人 他既然已经成了普通人 身上的阴煞之气进去 可是为什么 突然就有了化尸煞的迹象 这可让我犯了难难 我们出枯锦的时候 还特意查看过大红 他还有呼吸 只是比较微弱 脉搏跳动的也非常有力 肯定是死不了的 我使了几回力气 都掰不开大红 心想 不能再犹豫了 再耽搁十几秒钟 老乞丐就要一命呜呼了 于是我掏出风水罗盘 打算一罗盘砸下去 砸断大红的手指关节 好迫使他松开老乞丐 我抡起罗盘 在空中悬出一阵风 猛地一下砸在大红的手指关节根部 只听咔嚓一声 我原本以为大红这只手 一定要废了 这么砸下去 罗盘又是玄铁烧制而成的宝物 这几根手指头肯定承受不住 没想到大红那只手 只是抖了抖 却并没有松开 老乞丐被他掐的喉咙里 发出嘶哑微弱的声音 眼珠子已经翻白了 想来断气啊 也就是分分钟的功夫 我脑子发热 抡起了罗盘又是一下 我心想 就算你的手是钢铁胶筑的 我也要把你活生生的给砸断 我再次落下罗盘的时候 就看到大红突然扭头瞪了我一眼 眼睛里全是凶光 一对毛子变得血一样的红 看起来十分吓人 嘴里的牙齿白森森的 我心说 老乞丐 你大爷 还说这丫头身上杀气去了 变成普通人了 你他妈见过普通人长成这样的 我被大红的古怪模样吓住了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风水罗盘还高举在半空 却不知道是否就应该这么砸下来 大红突然张嘴朝我大吼一声 声音无比尖利 我就见他 撩牙血白 舌头心红 似乎压根就不是人类 而且他的声音十分的诡异 听在我耳朵里就震得我全身酸麻 一点力气都没有 只觉得一口鲜血 憋在了胸口 喉咙一甜 几乎就要全喷出来 我仰面倒在洞壁上 这时候大红放开了老乞丐 像只动物一样朝我爬过来 眼睛里尽是贪婪的目光 我心里海然 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大红趴在我面前 几乎跟我就要贴在一块 我见他脸色苍白如同死人 整个人实在是怪异到了极点 大红伸手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风水罗盘 我大叫了一声 喂 想再喊叫 却有一股气堵在胸口 很难再说出一句话 我心里海然 就看到大红把我的风水罗盘 藏进胸口荷包了 我大为之惊 心想 难道大红在枯井里是装死 其实 他早就看到老乞丐 拿我的风水罗盘 收了地货无功 这风水罗盘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来 罗盘中封印的地货无功是大名风水师廖民留下的医保 是克制嘉靖皇帝阴谋的利器 从老乞丐的角度来说呀 这东西关乎天下苍生的安慰 是再宝贝不过的东西一定不能丢失啊 二来 这枚罗盘是我杨家从杨义公手里传下来的不是其真 对我的意义来说不仅是传世神器 还是我杨门星火相传的纪念意义非凡 我努力挣扎着坐起来 想从大红手里夺过罗盘 大红突然扭头瞪了我一眼 眼里凶光碧露 恍如利刃一样刺在我身上 我心里一紧 就听到老乞丐大吼道 快快抓住他 他不是大红 老乞丐一句话没说完 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都快要把肺给磕出来了 我拼尽一身的力气 扑上去抱住大红的腿 大红却并不挣扎 我抬眼就看到一阵大风刮过来 刮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大风渐渐平息的时候 我就看到大红伸手 似乎有个黑影随风顿去 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 我身上的压力也跟着一清 浑身也就有了力气 我爬起来去大红怀里 掏我的风水罗盘 几乎掏遍了他全身 除了他硕大的胸部 里面再没有任何鼓鼓囊囊的东西 我整个人都吓坏了 蹲下去看老乞丐 他的脸色恢复了一些 整个人木呆呆地望着虚空 我叫了他两声 他像快死了似的 长叹了一口气 眼里竟然滚出大颗的泪水出来 嚎叫他 辽大师 杨家列祖列宗啊 我 我对不住你们的 我没看好地火乌空 我是千古罪人的 老乞丐哭得十分伤心 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 想起我阳门祖传的风水罗盘 和地火乌公一起丢了 我的心里也是一阵安然 想我爷爷要知道我丢了罗盘 心里得有多难过呀 我想都不敢想 我不明白的是啊 如果刚才夺我风水罗盘的人 不是大虎 又会是谁呢 那从山洞里吹过来的 一阵妖风中出现的黑影 又会是谁呢 我不由地想起失踪的老沈 心里一动 难道我害怕的事 真的发生了 抢夺我阳门风水罗盘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赵婷如的老板 省城那位威名赫赫的大人物 我一阵荡汗 想我阳门风水罗盘 在祖宗手里传了一千多年 从没出过事 想不到传到我杨小天手里 就这么丢了 我越想越烦躁 也跟着老乞丐哭了解 我们一老一少就这么抱头痛哭 一直哭到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哭脱了力才罢休 我和老乞丐直愣愣地对坐着 我问老乞丐 抢我风水罗盘的 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位姓沈的 老乞丐嗓子已经哑了 不能再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他 他到底是什么人 老乞丐又摇了摇头 我看他的样子 已经没有之前那种 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高人气势 他现在 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子 身上脏兮兮的 精神萎靡老眼昏花 好像一下子老了上十岁似的 突然 我背后被人拍了一下 我紧张得急忙扭头 就看到大红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 这整个人一下子变正成了 某一瞬间 我几乎以为他是另外一个人 不禁心里一惊 我发现 我对大红非常恐惧 也许是之前的经历 导致我的心里有了阴影 不管老乞丐告诉我 他现在已经是普通人 可骨子里 我还是对他心存戒备 大红道 过去的事 已经过去了 那些已经发生的 我都记得 只不过我心里 再没了一圈 那股躁动 我知道 我算计过你许多次 但事情已经发生 我不想再争辩 我只想用未来的时间 好好弥补我犯过的错 我茫然的望着大红 他能对我说这番话 让我十分惊奇 我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老乞丐先是发了一阵子呆 然后站起来说道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 老头子我也得接受 咱们先出山洞吧 然后再想办法找到姓沈的 夺回风水罗盘 我听老乞丐的语气啊 似乎已经绝望了 对能夺回罗盘并没有信心 连他都没信心 再想想赵婷如和姓沈的厉害 我一阵揪心的 要真是凭我的本事 要想拿回罗盘 怕是连做梦都难 老乞丐催我们快出去 他要找个地方 替大红做法 因为大红身体里还有个老曾 这时间久了 他怕老曾在大红的身体里 活活憋死 一提到老曾我也很急 于是三个人 又急急忙忙的冲出了山洞 山洞外的山间里 日光明晃晃的照进来 地下河里的水面 经阳光这么一照 泛出五颜六色的光景 美轮美奂的 憋体有多迷人了 我们也没心思去欣赏这美景 又通过山剑石壁上 垂下来的登山绳 爬出了山剑 我们出了山剑 在附近林子里 找了一处僻静安全的地方 先做休息 老乞丐就在那么一瞬间 彻底的老了 他一头花白头发 在我们出了山剑之后 变得雪一样的白 脸上的皱纹 一下子也增加了许多 我看了也无比心酸 心里明白 丢了地火乌宫 和我阳门风水罗盘 他比我更加难过 老乞丐不但是风水高人 同时也是我阳门子孙 阳宫敌传的风水罗盘丢了 对我们阳门子孙来说 不只是遗憾 而且还是七尺大人 我们坐了一会儿 眼看着太阳就要斜落下去了 老乞丐拍拍屁股站起来 对我说 小娃娃 东西丢了就丢了吧 咱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不过你一定给我记住了 身为阳门子孙 一要保好我阳门风水第一门的名声 而要维护天下苍生 以除魔未到为己任 做不到这两点 就溃违我阳门子孙 老乞丐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里金光闭设 一下子又恢复了几分过去的神光 我心头也跟着一阵 莫名的对夺回风水罗盘和地火乌宫 又有了信心 老乞丐叹气道 咱们阳门这条路 祖祖辈辈走了上千年 无论哪位风水名师 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艰难挫折险阻 甚至一些超越人类极限的困难 我们的祖先 都遇到过 就算这些困难再难 我阳门先祖 也从来没怕过 照样踏过金桔 把这条人世间最难走的路 给走出来了 甚至 练就了传说中的风水鬼师 阳门能成为风水第一名门 靠的不只是旋之又旋的术术 更重要的是 是我们阳门 口口相传的 百折不挠的精神 你一定要记住了 这才是阳门精髓 那只要现在